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下午安裝的車種是在KT裡面還蠻受歡迎的車種 這台是GOFF算是7.5代 版本是R-Line 1.4升 所以它的後面的話算是多連桿 並不是像1.0或者1.2升的後面是牛力量 這台後面的話是多連桿的 它的羊角跟GOLF GTI或者R的話不太一樣 它的羊角是比較小的,是50mm的 1.4升 它配置的變速箱是7速乾式的 代號應該是DQ200 前面的話安裝到差不多 這個版本的話是禁忌的版本 所以它前面配置的彈簧是8.5公斤 離載串的部分的話就已經用原廠的 這個版本所選擇的話是魚眼上座 魚眼上座有什麼樣的好處 魚眼上座的話呢 這個在這裡面 魚眼上座呢它能夠做CAMBER的調整 那在GOFF的系列呢 KT的變速器它其實都有附上座的 不論是選擇的是魚眼上座或者是強化上座 我們都有附 這個版本呢是魚眼上座 它的轉向呢會少掉了橡皮的緩衝 所以當它在轉向的時候就會比較犀利 那阻尼的調整呢從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個KT的LOGO 從這裡呢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順時針的話變硬 逆時針的話變軟 從這裡就能夠做調整 這是GOFF7代 7.5代 前面我們配置的是8.5公斤 它的車高呢是可以調整的 預計今天要降低 因為RI的車高它其實比一般版本還要更低的 它預計今天要降低大概到前面是一指半 你看後面剩下一指幅左右 這個車友的車也顧得很棒很漂亮 這車還很新喔 前面的一指半 所以它的車高其實呢如果要更低的話也都還有空間 最低的話可以輪胎到葉子板上緣切齊 到這裡切齊都還可以 今天預計這樣大概到一指半左右 用料的部分呢我們所使用的裡面的油 就是義大利一整桶進口的IP組你有 還有油封的部分的話使用的是日本LOK的油封 那這台車我們不用再改離載串了齁 離載串呢直接沿用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這台車其實最早的時候我們也有做過用其他形式的離載串 但是它的離載串一旦固定的位置變低了之後呢 它的轉向時候的角度呢 做動會比較大 所以改裝之後的離載串 反倒是壽命會少比較短 所以沿用原廠的其實是比較耐用 異音率也是最低的 好啊前面的車高呢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如果把這個銀色的齒輪狀托盤把它懸鬆之後 它的整體長度呢調長它的車高就變高 調低的話呢車高就變低 調短的話車高就變低 那前面的話配置的也是一個 算是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這前面的部分 R-Lite的版本它的鋁圈還有輪胎呢 就用18吋很大是2254018的規格 那原廠的ET值比較大一點 所以呢等一下後面的部分呢 也會再墊一個大概15mm的Spacer 那墊了Spacer這樣的 這是母桶 所以墊了Spacer之後呢 它的螺絲齁 原廠的螺絲的長度呢 這個螺絲長度會不夠 所以需要加長 也會換上加長的螺絲 那Golf 7代後面的車系齁 我們上座的話呢 就要沿用原廠的規格 因為現在正在施工當中 所以背景聲音會比較草情 大家多多見諒 上座的話呢 會沿用原廠的規格 那在上座的下方呢 有一個藍色的機構 這個地方呢 就是在調整阻尼的 一樣順時針變硬 逆時針變軟 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但Golf 7代呢 因為本來的車高就不高 然後改裝變性之後會更低 手指頭呢 其實不太有辦法伸進去做調整 所以後面的話呢 如果要調整的話 需要稍微把車撐高之後 手伸的進去呢 才能夠從這個地方 來做軟硬的調整 那這個是禁忌的版本 所以它的後面的桶身呢 也是加粗的喔 後面的桶身是粗的 道路板才是用細的 後面的彈簧呢 是配置了6公斤的彈簧 它的調整機構是做在上方的 預計今天降低大概剩下 後面要大概一指幅左右啦 所以這裡的話 空間也有剩下一指幅 所以這台車我們都是專車專用的規格 那換句話說呢 最高也可以到原廠的高度 那最低呢 也可以到輪胎跟月子板切齊都是可以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喔 它後面的固定結構的地方喔 是固定在下指幣的地方 那如果5代6代呢 它是固定在仰角的上方 所以7代之後的設計呢 跟Golf5代6代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台車 7代喔 如果降低了車高之後呢 這裡是一個上部的仰角 那裡面的話 內側呢 有一顆偏心螺絲喔 正常來說 像這樣多連桿的結構呢 呃 大部分只會針對 投音這個角度來做調整 但是Golf7代 它的Camper呢 也稍微能夠做調整的喔 所以像我自己的車呢 後輪的話是降到輪胎跟月子板 大概剩下半指幅左右 那它的Camper的角度呢 也都能調到正常的範圍 不需要再改仰角調整器 不需要 那如果呢 角度有需要特殊需求的話 就需要改仰角調整器囉 這後面 我們配置的是200長 公斤數的話是6公斤 哈囉 大俠下午 下午午安 這個是R-Line的版本 這個也都是烤漆的喔 黑色烤漆 整體的外觀呢 它有大包 還有尾翼 會比一般的應該流線很多 現在另外一邊還在施工當中 那這裡是原廠塞下來的避震器喔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東西需要沿用 什麼東西KD是有附的 第一個1.4的R-Line呢 它的仰角呢 是 呃 是小的 是小的 GTI啦 或者是Golf R呢 這個仰角呢 才是粗的 才是大的 那它後面呢 是多連桿的結構 所以這個的寬度呢 是比較寬的 如果是拖一臂的系統呢 這個寬度呢 是比較窄的 這是後面的彈簧 後面的彈簧 它上方跟下方的橡皮呢 都需要沿用 還有後面的避震器呢 它的上座 上座呢 也需要沿用 那前面的避震器呢 全部呢 我們都有附零件 所以前面的避震器 上座 螺絲 還有 所有的零配件呢 我們就都有附了 不用再沿用原廠的零件 這個其實很 那個固特衣很棒的輪胎 這一台 我應該是F1 以前安裝到差不多 這一台 正常來說 施工時間會比較久 但是 我們廠內 Golf安裝的數量還不少 所以 師傅對MQB的底盤 拆裝的熟悉度也很高 好像差不多了 那如果 剛好我們台中廠內 有這台車的試乘 實車的試乘 有需要的車友 很歡迎大家先過來試乘看看 像今天的車友 也是上個禮拜五來試乘 覺得還不錯 覺得我們KT的產品 承受起來還不錯 才預約今天來安裝 所以很建議大家呢 有機會的話 先過來試乘看看 那以上是今天的直播 那謝謝大家 拜拜